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12日,欢迎收看北美市场每日观察 从今天的股市表现我们可以看出,整体市场的投机情绪其实还没有完全出清 投机者依然对当前市场是比较乐观的,尽管近期的风险情绪已经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借用摩根斯丹利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的说法 根据这轮反弹的高度,如果调整和震荡只用了一个交易日就结束,那才是令人震惊的事情 本轮反弹最显著的还是那些偏好风险的股票,还有就是价值股和小市值股 那即便在周四的调整后依然是保持着很大的涨幅 预计市场投机情绪完全出清前仍可能存在调整的需求 因此我个人的看法也是,虽然股市整体涨势应该还没有改变 但在合理的修正之前,进一步走高的阻力会很大 因此目前还不是继续买入的一个好时机 尤其是在抗疫活动可能增加二次疫情爆发风险的情况下 那我也看到了最新的数据显示 美国亚利桑那州单日新增新冠肺炎住院病率数 是又一次创造了疫情以来的新高 所以现在看来,虽然我不认为二次爆发会令经济承受像之前那样的冲击 但二次爆发的风险确实是实实在在的 所以想要做多的投资者还是建议再耐心一点 接着我想分享一下几只股票近期的情况变化 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首先我们可以看看近期走势波动很大的中概股板块 因为最近出现了不少妖股 像本周的房多多这样的股票 单日就曾最大涨幅超过1200% 触发了14次熔断 但截至今天收盘 已经将本周暴涨的股价完全吐回 重新又回到了6月9日开始暴涨之前的水平 而之前就一直受到关注的瑞幸咖啡 其实也是经历了大跌大涨 那对于这些股票 我还是建议投资者不要轻易去碰 当然了真正的投机高手我就不好评价了 其实这类股票的波动加大 和近期狂热的投机情绪是有很大关系的 好多人都想着一夜暴富 但真正做到的毕竟还是少数嘛 那加上大多数中概股的流通盘不大 那资金一旦入场 股价就很容易出现这种异常的走势 另一方面由于中概股回归中国市场的趋势不断升温 有估值提高的预期 所以就会有资金短炒 但可以看到这些因素都不是持续稳定的 因此并不值得去投资 那今天我看到了德意志银行最新公布的一份报告 也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那就是美国僵尸企业数量已经创造了历史新高 那什么是僵尸企业呢 这个词来自于日本 就是日本上世纪90年代 那失去的10年中 大量存在的那些资产负债表无法持续 利润不足以支付利息的企业 而现在由于低利率和大规模流动性的注入 美国的僵尸企业数量已经推高至了历史新高 即使在新冠疫情前 长达10年的宽松货币政策 已经大幅增加了美国僵尸企业的数量 加上例情爆发后 美联储本轮的无限制宽松政策 更是硬生生的推迟了一大波破产浪潮 可怕的是 越来越多靠美联储撒钱维持生存的公司 都可能会变成经济学家所说的僵尸企业 因此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对于我们选股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投资者应该花更多的精力 去看一些企业的财务表现 尽可能的去避免掉这类僵尸企业 尤其是在股市大涨的狂热情绪下 理性和冷静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还是那句话 我们要找到真正的好股票 不要简单的因为股价高了 就觉得不值得买 也不要仅仅因为股价便宜了 就认为应该买 这个逻辑其实是不正确的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一下 今天Adobe发布的最新财报 在这份截至今年5月29日的 2020年财年第二季度财报中 Adobe的营收和净利润 依然保持了整体增长 而且营收是创下了历史记录 那调整后的美股收益 也是超出了华尔街分析师的预期 那就帮助Adobe的股价 在今天上涨了4.87% 重新逼近记录高位 作为全球最大的创意软件巨头 Adobe能够依然保持住 目前的行业地位 主要就是凭借着 清晰的产品定位 持续对外并购 以及从传统软件 向SaaS成功转型 已经逐步成为 全球市值最大的SaaS厂商 所谓SaaS 也是近年来很火的一个概念 全称就是Software as a Service 意思就是说通过网络提供软件服务 那供应商会将应用软件 统一部署在自己的服务器上 客户可以根据工作实际需求 通过互联网向厂商订购 所需的应用软件服务 然后再按订购的服务多少 和时间长短向厂商支付费用 并通过互联网 获得SaaS平台供应商提供的相关服务 其实这就是软件行业的 一种云服务概念 那从市值上来看 Adobe现在已经比SaaS的鼻祖 Salesforce还要高出了差不多300多亿美元 自2009年向SaaS转型以来 Adobe的股价也是累计上涨超过17倍 但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这份财报中 Adobe 2020财年第二季度营收 创季度历史新高 但增速仅为14% 通过和近几期的财报数据比较 就可以发现他们的业绩增长 已经处于一个较为疲软的状态 这就反映出SaaS领域的竞争日益激烈了 美国2019年的SaaS市场规模 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 其中Adobe以10%的市场份额 是高居第三位 而从全球范围内来讲 目前Adobe在全球市场中 约占到19%是行业第一 但无论是微软 亚马逊还是Salesforce 都在大力拓展市场份额 而且实力都很强 目前来看 在疫情对人类社会的 整个生活和工作方式 带来了一种巨变后 中大型企业 大概率会向云端不断发展 再加上AI技术的前进 5G加AI的大趋势将愈发明显 因此SaaS的前景 也是充满着想象力的 所以如果有兴趣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领域 主要股指方面 道琼斯工业指数 今日上涨了477.40点 涨幅1.90% 收报25605.54点 标准普洋500指数 今日上涨了39.20点 涨幅1.31% 收报3041.31点 纳斯达克指数 今日上涨了96.10点 涨幅1.01% 收报9588.81点 多伦多证交所 综合指数 近日上涨了205.65点 涨幅1.37% 收报15256.57点 本周道指 累计下跌了5.55% 纳斯累计下跌了2.3% 标普500指数 则累计下跌了4.78% 美国三大股指 均创下3月20日以来 最大的单周跌幅 黄金方面 8月黄金期货价格 今日下跌了2.50美元 跌幅0.1% 收报每盎司 1737.30美元 不过黄金本周上涨了1.1% 主要是受到 避险情绪的一个支撑 原油方面 今天美国WTI原油 7月期货下跌了0.08美元 跌幅0.2% 收报每桶36.26美元 本周是下跌了8.3% 布林特原油 8月期货 今日上涨了0.18美元 涨幅0.5% 收报每桶38.73美元 本周大跌了8.4% 美国WTI原油和布林特原油 本周都是七周以来的首次单周下跌 一方面是因为疫情二次爆发的风险 导致需求受到影响 另一方面 虽然达成了延长减产的协议 但7月1日开始的实际减产规模 依然是可能下降的 因此供需两方面的利空消息 就打压了油价 价源汇率方面 价源对人民币本周收于5.2141 价源对美元本周收于0.7361 价源对港币本周收于5.7049 价源对台币本周收于21.8204 疫情方面 最新数据显示 美国确诊病例增加了25,172例 总数达到211万4873例 死亡人数增加了741例 总数达到11万6,775例 加拿大确诊病例增加了368例 总数达到97,898例 死亡数增加了54例 总数达到8048例 针对新的一周 我们首先要关注的 就是疫情二次爆发的风险 另外还必须为一系列的关键事件 做好准备 其中就包括 关于欧盟复苏基金的讨论 英国脱欧磋商 英国央行和瑞典央行政策会议 以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将发布的半年度报告 这些都会在下周 对整个市场产生重要影响 这就是今天每日观察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订阅点赞和转发 同时还可以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及时了解市场动态 第一时间获取更新通知 谢谢大家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周再见